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放赞 现在气候也是不稳定 跟以前是大不相同 过去这个四季昏明 春夏秋冬 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冬天都很冷 都会下那个霜 都很冷 现在呢 冬天有时候跟夏天一样 那么到南部那就更是如此 就是春夏秋冬啊 这个季节啊 都混乱 不稳定 特别在冬天啊 这个季节 有时候啊 这个温度啊 还到28度 跟夏天一样 突然啊 一个冷气团下来啊 降到十几度 甚至啊 十度以下 因此啊 有很多老人啊 在这个季节啊 都过不去了 中风的啦 脑出血的啦 所以这个季节啊 老人啊 就是一个关卡 因此啊 这个家人照顾很重要 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 这个季节啊 变化很大 所以一般讲啊 冬天是三个月啊 整个冬天都是冷的 夏天啊 就是热的 现在呢 已经没有了 所以很不稳定 冬天该冷的时候不冷啊 这个续菌啊 它就会 很活药啦 就出来了 所以我过去听北方的同修讲啊 他们东北如果冬天没有下雪啊 然后第二年那个传染病就多了 因为那个续菌啊 这个 天气热啊 那么它就 容易置身 这个跟气候都有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新冠状 疫情啊 这些病毒啊 也是跟气候有关系 就是全球气候软化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绝对不会说没有关系的 肯定有关系的 因此啊 我们现在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怎么调理自己 最重要啊 还是调心啊 先调整自己 这个 我们这个身体啊 总是会 受到啊 这个环境的影响 环境啊 会影响我们的身 我们身啊 也会影响我们的心 现在呢 我们要 要以我们的心啊 来调整自己的身 跟环境 在小蒙山啊 一开始就 以这个法言经的一首记 这个若人亦了之 三思一切佛 应观法皆行一切未寻造 那这些 自己身体跟环境 也都是我们人心 制造出来的 人心不善 制造出来环境不好 身体不好 心善 身体好 环境就好 所以 感应篇到家呢 他主要是修 常生不老 先就是常生不老 他追求的是这个目标 那么常生不老啊 在道家 包括 古印度 这些宗教啊 很多都是 修这个 先道 在楞严经啊 除了六道啊 他再加一个仙道 仙气 那列出十种仙 我们在太上感应篇绘篇 会篇啊 可以看出啊 在我们中国道教 列出 列出啊 几种仙 那么在感应篇讲啊 他是讲一个天仙跟地仙 包括当中的 这些 不同的这个 神仙 也就是他们修的法门不一样 那就是有的练丹啊 有的 用这个符咒 有的练气 气功 等等啊 有很多种 啊 都是 修炼啊 这个身体 啊 能 老化的慢 啊 长生不老 那修得最好的就是 环老环童 啊 就是 修这个身啊 但是这个身还是要先修心啊 所以感应篇 讲啊 欲求天仙者当力一千三百三 欲求地仙者当力三百三 这个就是很明确的 告诉我们啊 如果你要修仙 那些法术 那些法门很多 但是啊 你要有基础的条件 啊 条件就是要 段位修仙 而且要积功累得 你要修哪一种仙 最高的是天仙 他那个累积的善 要多 一千三百件善事 那你才有 条件啊 去修天仙 那么如果你想要求一个地仙 那地仙就是海岛深山啊 那也要三百三 那天仙是比较高啦 天仙可以灰深 啊 驾河 啊 骑那个河 飞深 啊 所以你要 修的层次越高的 那你累积的这个善啊 要 越多越厚 那我们学佛修行也不例外 那我们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那还是要 以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老上啊 现在提倡 卢 世道三个根 那 卢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泰山改善篇 佛家的十善也道经 那来做我们念佛啊 求神净土的一个基础修学 那这个是佛在 观无量所谓讲的 敬业三幅 第一幅 我们起码要具备这一个 那我们 修念佛法门 或修其他法门 才能成就 所以不能疏忽这个 条件 那如果这个没有 好像盖大楼没打地基 怎么盖也盖不起来 那看的是很好看啊 图画出来也很好看 那你盖不起来啊 那总是落空了 那所以要从基础地基打起 感应篇啊 他的这个 书圣啊 也就是说 他一条一条的 就是天力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自己 看到整个社会 看到整个世界 那实际上啊 这个 实际上啊 这个 就是一篇天力啦 一篇天力 所以我们 每一天 打开 新闻报纸 我们 拿感应篇啊 一对照 我们从外面啊 去对照 清楚了 那回头头来对照自己 所以外面发生任何事情啊 好的不好的 都离不开感应篇 这一篇 虽然啊 每一句啊 只有四个字 但是啊 都涵盖啊 你眼前看到的 发生的事情 善跟恶 一个善一个恶 恶反过来就是善 善反过来就是恶 那所以 我听说这个这个 新闻报导啊 听说英国有 两百个隔离的 跑掉了 那周边的国家都很紧张了 那这个问题啊 也就是 不能接受国家的政策 老乱国政 这个都属于老乱国政 所以老乱国政啊 是个字 涵盖很广的 你不遵守这个规则嘛 就是老乱国政 违反宪法 违反 法律归障 那么违反啊 人 怎么去违反 他就拿那个 拿法律来违反法律 现在是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法律 那人啊 走法律漏洞啊 他也可以不懂这解读啊 不同的解读啊 那关键啊 就是你是用什么心态 关键在那个心 你 从事政治的在搞这一套 不是老乱国政 如果你严重啦 那就亡国啦 也不必要人家来灭你 你自己就灭啦 你这样玩下去啊 大家想一想好像现在还不错 你玩 那下一代呢 下一代他也学你啊 玩你 比你更厉害 那你整个国家不是 就这样玩光啦 那还要人家去灭你嘛 你自己就灭了嘛 那所以不是人家来灭我们 自己灭自己 这些都是属于因果 我们要认识清楚 自己知道啊 怎么来修学 来调整自己 那如果要这个遵守感应篇啊 不老乱国政啊 实在讲 这个蔡老师讲的前述制要 就非常重要啦 每一个人啊 都必须要学习 那这样啊 才能管理好自己 自己管理好了 才能帮助别人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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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